天地初分化为二气 清气升天化而为仙 灼气落地化而为魔 仙者庇护苍生 魔者扰乱天下 仙魔二族由于理念不同 在蜀山开始了正邪之战 菜鸟萧和哪里见过这种仙魔大战场面 十分害怕 师父玉清子言语安慰 让他躲在自己身后 魔主玄天率领魔族在蜀山之上 和先派昆仑和俄美两派决战 两方人马杀的那是不可开交 死伤无数 俄美掌门焚天以精气为隐 打开焚天镜 想要封印魔主玄天 玄天垂死挣扎放出大招 谁知萧和这个倒霉蛋成了 玄天的攻击目标 师父玉清子挡在他身前 保护徒弟而亡 就这样 在玉清子和焚天的牺牲下 三界再次恢复平静 多年以后 已经成为师父的萧和 带着自己四个徒弟 下界捉拿猫妖 猫妖毕竟只是一个 只会吸食洋气的村籍妖兽 轻松被几人抓获 可是捉猫妖的乾坤袋 根本没记上 让猫妖给逃了 这时 峨眉四仙女突然现身 将猫妖给捉住了 来人分别是 师姐居艳 幼青 酱油师妹三 和酱油师妹四 这时搞笑 萧和五人组出现 和峨眉四仙女 争抢猫妖归属 结果这五人就是绣花枕头 既不中看 是又不中用 被几个仙女轻松的 打趴在地上 镜头一转 昆仑肖和和峨眉又青 正在一起 欣赏着蜀山的美丽风景 原来 两个小青年正在 偷偷摸摸的谈恋爱 那肖和的嘴上功夫 着实了得 说整片镜湖 都不及又青的 美貌万分之一 之后 肖和在又青手腕设下标记 只要又青危险 他就会出现 昆仑五人组 回到蜀山后 徒弟四人请求师傅 教导点真本事 可是 肖和只会画个圈圈 当然 这个圈圈 可不是动画片 喜洋洋中的诅咒圈圈 这个圈实现穿梭两地 果然是居家旅行 必备神圈啊 试图几个用此线束 在凡间玩的 非常开心 时间一晃到了 俄眉昆仑大比武时间 擂台上 首先进行的是 弟子比武 俄眉拜北 先任俄眉掌门 时代的脸色 不是太好看 看向自己的弟子 也就是俄眉四人组 希望他们得胜 大师姐和右倾都想上场 不过 右倾被内定为下一届掌门 当然 右倾上场 于是 两人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小师弟肖和和右倾 擂台大战 肖和使用传送圈 两人穿梭到了竹林 虽说两人是小情侣 可是 为了双方门派的荣誉 不得不比试一番 偷奸耍花的肖和 假装不敌 从高空处坠落 右倾救狼心切 飞肾抱住了肖和 狡诈肖和画圈传回擂台 还趁机 将剑抵在右倾薄径 昆仑再生一场 事后 峨眉师太为了找回面子 决定除去危害一方的桃花妖 右倾被当作诱饵 成功将桃花妖引了出来 虽然前期成功将其控制 可是 自负居艳没有释放天雷火 桃花妖解除束缚后 将其四人全部捆绑 几人命悬一线 这时 肖和的手臂侍警 肖和使用传送圈 传送到这里 桃花妖因此分神 大师姐趁此机会 释放了天雷火 之后 峨眉师太及时赶到 轻松结果桃花妖 师太回过头来 发现肖和和右倾 抱在一起 非常的不高兴 带着他们去了昆仑 原本肖和打算承担全部责任 可是 面对被严厉责打的右倾 肖和无奈之下 立下永不和右倾 有什么瓜葛的誓言 事后 肖和在师父玉青子的墓前 大罪一场 可是 在他宿醉不省时 玉青子的尸体 被神秘人盗走了 第二天晚上 玉青子被幽名转生之术 复活了 身体被人控制了 来到昆仑大开杀戒 昆仑派掌门 金红不是玉青子的对手 幸好 峨眉师太也来了 愿意暂时抵挡 玉青子的攻击 并请求金红 使用焚天镜降服玉青子 金红大举为重 只能用焚天镜 将玉青子收复 可是 这样就意味着 玉青子将永世不能超生 可就在此时 变故出现了 师太从背后偷袭 给惊鸿致命一击 原来 师太就是隐藏在背后的神秘人 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 得到焚天镜 达成他一统 先魔两戒的野心 事后 由萧和率领的昆仑派 以及 幼青率领的峨眉派 共同杀向魔戒 可是 师太远远高估了自己的实力 被脱困的玄天打成重伤 这时 师太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可是 为时已晚 自己也落得一臭万年的下场 两方人马大战一触即发 可是 面对穷凶极恶的魔族 仙界完全不是对手 萧和想利用传送圈 夺走玄天手中的焚天镜 可是 老剑巨华的玄天 早已看透这一切 将萧和制服 他要萧和亲眼看着徒弟和爱人 死在面前 焚天镜也被摔碎了 萧和面对身边的好友 竹各被打成重伤 直到爱人又轻 被打成重伤 昏迷不醒 萧和终于爆发了 他以镇魔石为引 将鼠山湖为镜 一举 将所有魔族消灭 女主又轻也并没有死 所以这是一个 皆大欢喜的结局 本期故事选自 鼠山降魔传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全片观看 Goodbye